继续开书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的云南前线 有着密折沉奏的大臣呢 纷纷给这皇上上书 能跟皇上说的话的近臣呢 那直接就跟皇上指出该撤兵了 那些跟天子啊 这关系稍微疏远点 又胆小的 也只能是给皇上啊 把前线的真实情况叙述一遍 什么成寨九宫不下呀 这个缅军源源不断的 往老关屯来援军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清军大营之内 瘟疫横行 到了这会儿啊 不但每天啊 都有兵士被这瘟疫放倒 就连这些将官呢 也纷纷都病倒病死了 那这乾隆皇帝收到这些密奏之后 他心里着不着急呢 他当然着急了 不过呀 这乾隆皇帝这会儿啊 再等一个人的奏章来 谁呀 那就是他的小舅子 精略大学士傅衡 这傅衡啊 自七月底出师以来 向朝廷承奏的几十份奏折 皆是喜报结音 那最初呢 最大的喜报啊 就是吐司纷纷归降 并且提供粮草 提供船只和这个大军一起从政缅甸 然后呢 就是小规模的胜利不断 杀敌多少啊 这夺债多少啊 大军深入缅甸两圈余里啊 哎 是如何的顺利行军 并没有受到抵抗 其实这是好事吗 这明显是啊 人家这个缅甸军方啊 把大军归缩固守 人家的主力啊 避了你清军主力的锋芒 也不知道这傅衡啊 是真不知道啊 还是假意的装糊涂 反正这些呀 他也是作为功绩上报给了朝廷 几乎每到奏折的最后啊 他都会向着皇帝保证 哎 过不了多少日子了 这大军呢 就会离学扫廷 一派大好形势就在眼前 可是啊 战争的形势在这摆着呢 到了这个十一月十八日这天呢 这个臣子不愿写 君王不愿读的这封奏折终于来了 这经来的大学士复衡 一刀奏折上报至京城 乾隆皇帝打开一看 这天子的心呢 算是凉了一多半 这奏折上是怎么写的呢 陈等金公老官屯日夜粪眠 几途成功 现在贼情 不过急木炸为固守 既若分兵前木树猛密等处 贼密接应 再绕后夹祭自当一刻 耐印本年仗力过甚 焦东未减 原派各营兵三万一千名 现仅存一万三千 加以领队大臣以多患病 未能分路积取 贼匪得以全力自顾 这道奏折呀 瞒得了乾隆皇帝 瞒不了咱们 咱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傅恒啊 并没把这军中的实情 全部向皇帝泄敌 那这道奏折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呀 说这皇上啊 这老官屯不好打 这臣等啊 都是尽了力了 白天晚上的奋战工程 就是想早点把这老官屯拿下来 至于这守城的缅军呢 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战法 无非呀 就是倚仗着坚固的木炸守城 我们攻破上去 可是咱们知道了 实际上这会儿的缅军呢 已然不是被动防守了 随着缅甸的援军呢 在老官屯越居越多 现在呀 这缅军已经开始主动进攻了 城寨里射出来的炮火是又急又密 并且这缅人的炮弹呢 像长了眼一样 能够精准打击 虽然这缅炮啊 口径显然不大 因为没多的劲儿 但是打得很准 那书中代言 为什么这缅甸人操炮操得这么好呢 是因为这缅军当中啊 有好几百的法国雇佣军 这些兵啊 本来也是这个远征军 被缅甸人俘虏之后啊 愿意效忠缅亡 在缅军当中专门负责操演火炮 您别看这火药这东西啊 它发明于中国 可是这一百多年以来啊 这欧洲人确实比咱们亚洲人玩的先进 所以呢 这些法国人所操演的这些箭炮啊 基本上能做到指哪打哪 哎 这些话啊 奏折里傅恒是没跟皇帝讲 他在这奏折里说呀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咱们若是分兵去供取这个木树猛逆 然后这贼人呢 必然去救援 等到他们一去救援呢 咱们后军跟上 就把他们成夹击之士 这股这个缅甸主力啊 就被咱们消灭了 怎可惜啊 今年跟往年不一样 要说往年这会儿啊 这仗力应该已经过去了 因为已经冬天了嘛 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呀 军中所闹的疫情还是非常的凶猛 本来咱们准备是三万一千人 大举进攻贼朝阿瓦 可是现在呀 实际上我这儿啊 才剩一万三千余名士兵 这富航呢 这话说的其实也很含糊 这军中简员呢 不一定都死在了前线 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兵啊 根本现在还没到得了前线 那别的不说呀 现在呀 攻到老关屯城下 打不进城去 这富航手里边啊 也就还剩下一万三千多名兵 是真的 那光兵少就完了嘛 这领队大臣呢 也纷纷并倒 所以这分兵出击啊 也做不到了 现在呢 就是贼人固守老关屯 我军也只能啊 奋力的攻城而已 那皇上一看这个奏折呀 那心里就是拔凉拔凉的 这形势就是这样啊 这缅甸军呢 每天都有这个兵员补充 援军不断的增援上来 这清军呢 是逐天消耗 这不打仗啊 每天呢 被瘟疫放倒啊 也不是少数 这乾隆皇帝琢磨琢磨呀 没办法了 哎 看来呀 也只有撤兵 于是乾隆皇帝也没单个降旨前敌 富航攻取蒙古蒙洋 在新界击败敌兵 唯攻老官屯 是不可继日而取 但水土恶劣 官兵多生疾病 虽得老官屯 亦不可以深入因此 我兵不亦久留彼土 实属地势所限 非我兵力君储不充也 朕筹办军国众物 一切须顺天而行 尽审时度势 自当知难而退 不亦复之 直抵阿瓦之说 此时自应孤从所请 以完此局 所有撤兵之事 朱复衡等 悉心妥意 俱奏 要说啊 这皇上下这道旨意 他不容易 哎 他心里也憋着劲呢 可是他没办法呀 真按皇上说的了 这出兵打仗啊 真得审时度势 顺应天意 乾隆皇帝派到前线的这些兵士 他就是水土不服 当时呢 在医学上 也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 这人个个病的 只打话 起不来抗 你还能指望他打胜仗吗 所以乾隆皇帝的旨意里啊 这既安抚了前线的三军 也得安抚自己的心情 他说这傅衡啊 出兵以后 很顺利的 就把这个蒙公 蒙养拿下来了 在这个十月初八呀 在新街又有了一次大劫 然后呢 乘胜追击 就围攻了老关屯 按说呢 这胜利也指日可待 只可惜呀 这天意难尾 这士兵多水土不服 纷纷病倒 就这种情况下呀 虽然咱们拿下这老关屯 咱们也不可能一鼓作气 再拿下这缅甸人的首都阿瓦城了 所以呀 咱们最初商定的 直取阿瓦城之说呀 这众将也不必太在意 看现在呀 军前这些局势 我兵已然呢 不适合留在缅甸 那个燕帐之地了 为了避免我军呢 有更大的损失 所以干脆呀 咱们还是撤兵吧 这富衡呢 你在军前呢 统筹这些事宜 具体是怎么撤兵 你和重将商量着来吧 要说呀 有了乾隆皇帝这道圣旨 这前线接到旨意之后啊 就应该乖乖的撤兵了 可是啊 谁想到这会儿出乱子了 这重将以及皇上啊 都同意撤军了 这主将傅衡 他却不乐意 这傅衡觉得 这会儿撤兵啊 对不起朝廷 对不起皇帝 所以呀 这傅衡啊 迟迟不肯撤兵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经略大学师傅衡 在缅甸呢 捡了个漏 就在他眼看着自己 这功勉大计 就要前功尽弃之时 这缅甸人呢 派使者来了 这才有这老官屯 城下之盟 这缅甸人来主动 疑惑 帧不是 帧不是 帧两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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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ор 你对不起 帧帧不是